好,接下来这一题 特别注意它有几个关键 我想你大概关键点知道之后 应该就可以画得出来 像这边这个有没有 刚刚就有同学啊 如果问到这四个是这样 那如果两个三个怎么画? 一样嘛 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 这个圆的半径是多少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在这个 切上面画一个小圆有没有 然后再画两个小圆 画一条线有没有 直接就是这一条 这个点四分点到哪里 到这个切点 延伸出来 就一定会怎么样呢? 就会产生一个切边 然后你就用什么呢? 圆的三切 切这个圆 切这个圆 再切这条线 这个圆就画出来 再把这个圆复制上去 就完成了 那这边一不一样? 一样 直接也是一样嘛 三个圆 会产生最后这个切边 切过来 这也是一样 切出来 切切切切 一二三就出来了 那 比较特殊一点就是 那上面怎么办呢? 其实道理差不多 你只要画出 因为你不知道说 这三个圆的 半径多少 可是你可以怎么画呢? 你可以先画一个大概 只要怎么样呢? 比例跟它一样 也是先画中间的 然后再复制左边 复制右边 那它的大小不一样 不过它有个地方是一样的 从这一点 从它的什么呢? 中点 再到第二个圆 或者左边或右边都一样 它会有一个什么呢? 斜线 这条斜线一定会 切哪里呢? 切 切出去以后的话呢? 同样的放大之后来看 不管它的这个圆多大多小 它的切边 都会在同一条线上 这个是一个原理 反正你只要知道这个原理就可以了 那有这个切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什么呢? 你就可以用什么呢? 这边一定多一个切边 对不对? 那这边不是原来有一个切边 切 切 切 不是切一个圆 切一个圆之后呢? 就直接怎么样呢? 复制过来 这三个圆就画出来了 对不对? 那这边也一样嘛 先画出一条中线 然后呢